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败那个拿破了是吗 枪枪三言行 咱们的这个高级记者啊 傅小田 我们这个在总结伦敦的时候 得特别的感激他 我好感激你啊 领着我们啊 这个探索了 整个这个奥运的赛程当中啊 领着我们这个探索了 我觉得是伦敦的机理啊 文理都领着我们都去到了啊 所以呢 这个伦敦呢 我们也奥运是完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好好说说伦敦 对吧 所以呢 这个玩的也不错 也要给大家有所这个分享 而且为什么小田很有资格啊 小田人家是剑桥大学出来的 对吗 也没有研究过伦敦 在伦敦生活过时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非常通 而且我去了剑桥之后啊 我现在排名第一了 我觉得剑桥超过你女儿的哈佛 本来哈佛就是剑桥的学生跑去 在那里办的 是是是 当然 咱们先看看 我这个就是 您离开伦敦了 我们有一些这个伦敦印象 通过照片的方式 来看一看 这个老伦敦呢 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看点啊 哎 你看 咱们导演可以一张一张这么这么放下去啊 伦敦 咱们前些天讲啊 英国的田园风光啊 什么的 但是呢 伦敦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哎 这个可以聊聊 我这几天呢 在这个伦敦街头上走啊 小田 伦敦给你留下是一个什么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伦敦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第一眼就爱上他不太容易 因为他比较脏 哎 你看这个 没有什么脏法 你看我拍的这个 哎 这导演停在这儿 你看我拍的这个 这个摩托车骑士啊 你瞧我这摄影 你看他那个嘴 你要看注意 脏嘴 这骑士在怒吼 其实是在打哈欠 然后 你再看下一张 哎 这是在咱们住家附近 他的这生活 你再看下一 哎 这是在白金汉宫附近 再来 哎 小田你接着说 接着跟我们说 这是一个码头 嗯 这是一个码头 海德公园 哎你看这个 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我说是妓院的广告车吗 这这 你看他又揪这么一个 后来他们说是结婚的 我说嘿 真见过结婚的啊 嗯 是不是他就跟那个娃娃结婚了 哎 可能是这个意思 是吗 这是我们在太晤市河边 哎 看到的这个这个 一些狗 哎 所以啊 小田 我觉得你在伦敦生活了这一百多年呢 你可以 我天哪 千年老妖 你留下的印象 这个城市吸引你啊 嗯 挺好的 我觉得伦敦它是怎么样讲的 还跟巴黎比起来啊 我觉得它是不做作 嗯 不得瑟 而且不得瑟 不得瑟 对对对对 就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城市 有双重的原因 一个呢 是因为历史 它发展太早了 保护太好了 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如果再去动它改它 那成本太大了 对吧 第二个原因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它的这种心态 就没关系 我就是这个样子 哎哎 他这个地方啊 就是生活历史啊 堆积出来的 积累出来 你看你看巴黎啊 叫花都嘛 你感觉就是人设计的 这里巴黎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规划 就是整个重新规划 放射上的街道 确实是非常美非常漂亮啊 但是你看伦敦呢 甚至我们可以觉得它有些地方稍显凌乱 它甚至就是很简朴 很实用 对吧 呃 然后呢就是人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对吧 然后你像罗马有不同 罗马是感觉啊 都到了拥挤的程度 这个千年的古迹啊 都挤挤在一起了 太密集了 伦敦呢又不是这样 我记得那天带那个韬哥去看唐灵街10号 他都不敢相信啊 就这样一条街吗 其实后面有院子花园 还有花园 对但那条街确实是太shabby 太简陋了 嗯 我觉得这也是英国政治的特点 故作平民状 对不对 是 而且呢 他这个伦敦这个地方 你感觉到没有 呃 人 人其实人种很多 嗯 各种各样的人呢 对 我在街上走啊 我就觉得好像这 真是有意 他的移民潮就开始的很早 嗯 什么人印巴人 非洲人 东欧人 犹太人 各种各样的 所以现在伦敦的人口 大部分不是英国本地人 嗯 至少一半是 是吧 其实看到的应该说是伦敦的现象 嗯 伦敦首先就是外来人口本身就比较多 对 还有就是现在的就是其实也不是英国人 但这里的就是外来人口啊 就是暂时居住的也特别多 所以说给你的感觉好像就是 哎好像白人啊 咱们说的白人怎么好像都不占大多数这样子 对吧 但是实际上你要是再往北啊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现象 而且他 并 猛一看呢 并不算漂亮 这个地方 甚至你像我们在圣保罗教堂高处往下看 嗯 这个城市你俯视啊 也没有太多可观之处 嗯 他就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里边内容 里边加点后 他是个那么个 那么个地方 对 待久了会觉得很有意思 对 他有一种魅力 我感觉伦敦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什么 真的是自由 就你想在这里过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 那你要去读书 纽约不自由吗 纽约也自由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要说文化底蕴的话 还是在这里更重要 底蕴越深越不自由 很自由 在这里比如说你要过平静的生活 这里的田园风光 离市中心也很近 对吧 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那种喧嚣 那种烦扰 但是你要是想过那种最现代的生活 对吧 那最好的夜店 各种各样的音乐也都有啊 嗯嗯嗯嗯 然后你在这里要想过那种中产阶级的那种生活 其实这里它的物价可以不太贵的 你知道吗 就很多包括吃啊什么的 然后快餐店啊 也是到处都有的 生活非常的便利 但是如果说哎 比如说你是俄罗斯的富豪 中东的富豪 要过顶级生活 都可以 哎排外吗 像你们中国人 像咱们中国人 像咱们中国人啊 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就是你很难去说它排不排外 但是如果一定要去比较的话 我相信伦敦比巴黎比纽约都排外 但是即使它排外没关系 因为这个城市它足够大 足够有包容力 就算它排外 你也有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一个群体 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 对你如果不想到一定要进入 它的主流的白人的 那个贵族的那些圈的话 你找到自己的生活 那就很容易 嗯对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想到怎么样怎么样 你会出越往上走 越感到压力 嗯 哎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 我有美好回忆的这个剑桥了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咱先从咱们得天独厚的女嘉宾开始啊 咱们这个剑桥的这个高材生啊 院士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 他在剑桥留下的这个欠影 当然小田人家含羞带妾的不愿意拿出来啊 我这个苦苦哀求一定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为小田征婚 我们看一下他的剑桥的剑桥的照片啊 你可以反映 你瞧 瞧你小田 是 他居然看书 没有这是会所 对 对 剑桥 剑桥的会所 但是他不在剑桥里边 但是他在剑桥的空气里 你知道吗 你看小田看书 我们看腿 赶快放 赶快放 这有文化啊 赶快放 哎呦 这是奈何桥吗 赶快放赶快放 这是小田二十年前的 没有十年 不是当年的样子 不是剑桥 这是什么桥啊 赶快放下一张 没了 赶快放 赶快放 再放下一张 哎呦 好了好了 放完了 剑桥你看有椅子 你想想 什么叫有椅子 有这样的 我是爱屋及屋了 赶快放 放多了 切过来 咱们再看半个小时吧 小田你还有这个时候啊 剑桥以前的院士是不可以结婚的 哎呦 对 所以你刚才误把它叫做院士 还说真婚 这就是不可能的了 哈哈哈哈 但是你知道 哎 我们去这个剑桥啊 我去参观考察嘛 是吗 他们邀请我 到了著名的什么三一学院 是三一学院 哎 有这个偶遇啊 你想你就在剑桥里会碰见这种 一个瘸子 一瘸一拐 脏不垃圾子 花白头 就有点这个高楼你知道 哐哐哐哐哐哐哐 就从我面前走出去踩着草地 你知道吗 嗯 结果小田你给介绍一下 他说哎呀你怎么能碰见这个人 嗯嗯嗯 这是谁啊 没有那个是那个以前的一个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 然后他是上一届的这个 三一学院的院长 院 就master 那个college 穿着个半大衣 就跟个圆钉似的 这好像只有院士才可以从草堆里参过 对对对 践踏草标 然后他们的院士也不客气 就当真的就是 一定的 他就一定踩草标 他不懂得也行到 啊 他们是88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是全世界最多的 全世界最多的 最多的 然后咱们在的那个三一学院 又是最多的 就是所有的三十几个 那个学院里边最多的 包括牛顿什么的 都是 那个学院就是你看那电视剧啊 哈利 亨利八世的那个时候 亨利八世 不过后来那个 Brother Mary当权以后啊 三个院长 三个那个头头 都是在火火烧掉 嗯 因为他们支持新教 对 你记得就是我 我这次一去啊 我算知道 这是大学的祖宗 你知道吗 北大清华别聊了 你知道吗 就是 这是大学的祖宗 为什么我就 我就觉得啊 这个空气里啊 就整个 你一下子像回到了元朝 不是一三几 还是几几年 就是 最早是一二几 一二零 你一下子就想像 那些个穿着长袍的人 就在这个里面走啊 是元朝走过来的 我梦回元朝 不是 差不多那个时候 他真的有兽元朝的文化 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蒙古那边 但不是我们的 其实是蒙古 蒙古文化 就是你想这个千年的啊 然后呢 这个 所有的一切啊 给你的感觉啊 都像回到了过去 回到了过去 连学生宿舍都让你回到过去 只有一块石头 煞风景 为了中国游客 前些年历的 有个照片吗 轻轻的 我都不拍那照片 我觉得那个石头啊 煞风景 你不在那留影了吗 特别像徐志摩 就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为徐志摩立了一个碑 在旁边照相 在我的这个强烈要求下 特别像人间四月天 对对对 你也许在那里拍了个照 眼镜像 把他当作灵灰 没错没错 眼镜像 但是那个石头啊 真太难看了 那是剑桥唯一一块新的东西 我看 他就是写的字啊 也歪歪扭扭 所以我都齿于秀出来 我给你秀点 他是那个国王学院 那个叫什么 Alan的一个教授 人类学的一个教授 还专门为中国的这个 我给你秀点别的 你看看我的眼镜 哎 天儿你瞧我这 哎 好你瞧 这感觉像 你再看下一张 哎 咱们可以放的快一点啊 可以放的快一点 然后这是1624年 随处可见 下面就是探西桥 对 这是 这是你的最爱 这是最好的一个学院 圣约翰 我觉得圣约翰学院 哎 你看 这是那个霍金的那个学院 Govian Kiss 哦 霍金啊 然后你瞧 这远处的光影啊 再看 哎 哎 这就是你看我特意拍了徐志摩 愿做康和的一个水草嘛 嗯 我就拍了他这个水草啊 确实有点像徐志摩那柳条腰啊 在康和的柔锅里 啊 哎 你看这也是圣约翰的那个那个学院 你再看 这是三一吧 这是国王吧 这是国王学院 这个国王学院 哎 再看 你看这种哎 多旧的这种学生宿舍啊 哎 哎 你瞧 你瞧这造型 这造型 哎 这小田拍的 你瞧这个这个光啊 你再看下面 什么样的房顶呢 哎呦 这是什么世纪的时候啊 哎 据说现在他的留学生啊 第一位还是美国 六百多个人 我看了材料 但第二位就是中国了 应该德国比较多 德国学生也多 德国 中国 而且说中国最多去读的 就一年制的硕士 也多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他这个英国的学院 他这个硕士时间特别短 是吧 他的大学是三年还是四年现在 三年 英国 在英国读书特别滑得来 你知道吗 高中两年 大学三年 一年硕士 一年 但是他另外有一个叫副博士 那个就会比较难 假如你要读博士的话 你就要读个副博士 那个就是 这个他因那个学科而已 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有 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有 所以小田交给我一个启发 我才明白 我说他这这个学院都是什么 跟我原来理解的像我们当年武汉大学 什么文法理工农医 他学院不是这么个东西 他这个学院呢 不管是这个三一学院呢 还是一个什么学院呢 他学院都像个独立的小大学 他什么专业也有 对吧 好像是到了研究生 才统一的归到一个建桥大学 其实这应该是牛津开始 牛津建桥 包括哈佛都是这样子 他有自己的学院 学院呢是这个财政独立 人事独立 他自己的工作人员独立 还有本科生的招生独立 那他自己需要做什么呢 一个就是他自己需要招一批这个院士 然后他要负责这些院士的起居啊什么的啊 给他们提供办公室 包括住的地方 那院士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不是那个本科生招生独立吗 然后包括研究生虽然说招生不独立 但是研究生也要被分配到不同的学院 那么这些院士 他养的这些院士啊 就要负责带他的这些学生 所以说呢他是 但是学院跟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比方说我 是两套系统 所以我假如是一个 比方说我是一个天文学系 我这个天文学系的人 其实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学院 对 没错 那跟香港一样 香港中文大学也是这样的制度 是吧 对啊 联合书院 新亚书院 它等于是系跟校是一条 就我们叫条条 院呢这个快快 对 就是说它是分布的 他们互相不一样 所以我的联想就是 我们不是去了这个建桥的那个会所吗 我就是说 这个英国这个大学啊 甚至这个国家啊 都像是会所组成的 嗯 就是它一个都是个相对独立 武藏俱全的一个独立 就像一个独立的人一样 就像这个国家啊 是每一个有享有人的各种权利的独立的人 对 以个人 咱们定约 组成一个联合体 建桥大学 各个学院组成一个联合 叫建桥大学 就像咱们那天讲到的 英国是吧 大不列天基北尔兰联合王国 对 美国united states联合起来的各州 是吧 它是 而且你没发现其实它尤其是这些联合啊 都是比较老的嘛 嗯 对吧 都是中世纪时候延细下来的 哦 而且是各有传统的 对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跟他这个教会 这个也有关系哈 你看现在各个教堂不也都是这样吗 一堆人啊聚集在一起 然后听一个牧师给你传经送道的 英国人啊 好闹独立 你发现没有 他当年跟罗马天主教会分道扬镳也是这样 他好像性格里啊 哎 我研究英国历史 我有一个印象 就是英国人呢 咱套用一句俗话说啊 他这个有种 那我广告之后再给你聊 枪枪三叶景 广告之后见 嗯 其实我看英国人呢 嗯 我就觉得他也有五大三粗 你知道吗 他是这么一种 他呀骨子里头啊实际挺强的 你知道 就说表面他害羞 他拘谨 嗯 有的时候人害羞 害羞的人我也害羞 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害羞啊 是掩饰过强的欲望 就是有的人欲望过强 所以他他跟人很很害羞 你知道 这句话 惭愧 对他也是 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 就有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过强的欲望表现出来啊 也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这个害羞 所以这个就不说这个啊 我是说英国人呢 实际上他这个是非常血性的曾经 这个这个血力啊跟野兽一样 我跟你说都到什么程度他他这个国家的历史 你看他的早期历史啊 那是杀伐不断 都到这儿就动不动就是这个六个人就去见这个主教 六个人六把剑 从六个方向哗就把这主教给涂了 都这样 你知道剑桥的历史怎么来的吧 怎么会有剑桥的吧 嗯 是因为一个妓女 是因为牛津有两个精学家被控杀了一个妓女 结果就要就要绞刑 牛津很多老师为他抱不平 被学校惩罚逃出来 逃出来跑到剑桥建立了今天的剑桥大学 所以你刚才在讲说这个英国人啊 他实际上是很有血性的很反叛的对吧 我觉得英国他为人类啊 人类历史人类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 两个一个就是光荣革命对吧 君主立宪 对第二个就是宗教改革 而且这两个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就是说啊 他们为什么英国人最理性 他弄很多戒律 很多规矩 就是流浪给他的血了 因为他们欲望太强 他们就 而他们这个过强的欲望 又正是他们反叛和创造力的来源 所以过去管束不好的时候 你看历史上就是杀呀流血 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有有种的一方面 就是如果我的权力 哪怕是被皇帝老子侵犯 老子给你死磕到底 世世代的 你看那个苏格兰 杀都怎么威胁你啊 能跟外科解剖一样的去灵齿你 屠杀你把肠子转出来 就这么吓唬你 但是不服 就这样争到自己的权益啊 包括跟这个罗马天主教 你看那个亨利八世 我想换个老婆 教皇不答应 就不鸟你的 我要独立 老子不认你了 就想换个老婆 我那天还在讲也是我经常跟英国人讲的 我说知道吗 没有中国就不会有英国的宗教改革 哎 这又哪来的 因为中国 理论在哪里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马丁路德 他是被英国人保护对吧 他逃到英国 然后呢才开始有他的这些翻译的这些学说 就可以出来 那为什么马丁路德 他在英国很有影响力呢 实际上是一开始他在德国那边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就是因为他翻译的那个圣经的原著啊 是以德文的 然后就用了中国的印刷术 很快的流传 没错 就是因为有中国的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又是怎么样的传过来 中国那个时候不想不想外传的 一直保护啊对吧 自己的这个造纸术 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大四跟这个蒙古打打赢了 俘虏了一批人 里边就正好有这些工匠 就很不幸的这个造纸术就流传出来了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时间点 要不然的话 他们一直用羊皮写字的话 促进了宗教的平民化和普及嘛 当年就是英语翻译圣经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意味着不是谁的专利了 谁也可以看 所以他们今天的奥运会议 因为我们中国的参与啊 他们的制度发生了很大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文明启示录 影响他们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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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